外媒曝光机密文件 美国高层撒谎18年 阿富汗战争全面失败 过去长达18年的阿富汗战争中 美国向阿富汗派遣了77万5千人次的美军战士 其中至少2300人丧生 2589人受伤 总花费已经近1万亿美元 当地时间12月9日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经过整理的2000多页政府机密文件 文件显示美国政府通过数据造假 编造谎言等手段欺骗了大家 实际上美国在阿富汗不仅没有取得想象中的胜利 而且情况也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 甚至没人知道阿富汗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美国对阿富汗作战一开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 那就是报复基地组织 并且避免像911事件那样的恶性恐怖袭击再次发生 但随着战争的进行 美国政府内部对于作战目标产生了分歧 美国军方众多高层将领 在过去十多年反复强调过 美军一直在训练阿富汗的部队和警察 机密文件显示 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曾经评价他们在阿富汗的进度工作 看见这么多人表现的愚蠢我很伤心 美国前外交官詹姆斯·多宾斯在2009年参加参议院讨论时说 衡量美军阿富汗作战的关键指标是看有多少阿富汗平民被杀 如果这个数字下降了 那么就说明我们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